大家好 我是8號獨立候選人何君堯 除了我為全港制定了政綱之外 我也做了一篇荃灣篇 為荃灣裏面打造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在荃灣裏面我們要注意哪幾個項目呢 從居民裏面反映 我得知就是 我們應該要推動舊區的重建 在推動舊區重建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新的空間騰出來 配合到我們的城市發展和居民的需要 至於在城市裏面應該要做多些綠化的工作 這個無可厚非 因為我們很想自己的生活環境會舒適很多 目前荃灣最令人覺得吸引的 就是它的行人天橋系統 這個系統現在的覆蓋率 我們看到是有這樣的增加覆蓋率的需要 目前的確它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給我們的居民 出入是方便很多 免日曬雨淋 但是如果我們將這個系統裡面優化的話 我們出門口走這條天橋的時候 更加會覺得寫意 最後就是當然區內的車位不足 如果我們在舊區重建裡面 必須要考慮多些車位設施的提供 配合了我們城市發展的需要 請在9月4號支持獨立候選人8號何君堯 多謝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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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